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信赖台湾之友会 全台是陆续的成立 而台东分会也在17号正式成立 现场迎来了大批的支持者 赖清德也亲自出席 并且致辞时提出均衡台湾的概念 对于台东 他将会加强交通建设 步枪医疗问题以及产业等内容 让年轻人愿意回乡 备战2024总统大选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信赖台湾之友会 在全台陆续成立 而台东分会也在今天成立 现场也迎来了大批支持者到场参与 同党籍立委吴立华 陈寅刘兆豪 以及台东区域立委候选人赖昆成 都显身站台 而赖清德在支持时表示 对于台东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交通建设 并以赖捷运的概念为出发点 而在医疗上也要进行补强 让医疗建设完备 今天还不够呢 就是机场我们要继续加油 台东机场 南与的机场 我们未来 我一定会持续推动 能够采纳 捷运的精神 另外在产业上也提出要积极开拓外销管道 让花东的农产品能够外销到其他国家 种种愿景就是希望能够留住台东人口 让青年愿意回乡 一定要积极的开拓外销的管道 销到哪里 日本 沃沃沃 花东的农产品 可以透过台子之间的合作 并签订一个新的制度 可以直接销往沃沃沃 销往石原岛 还有其他的国家 我们的产业做得好 医疗又做得好的时候 人口才有可能留得住 年轻人才有可能回到台东 面对2024总统大选 赖清德表示 以均衡台湾的概念 与全台22个县市手牵手 一起往前走一步 而信赖台湾之友会陆续成立 赖清德脚步不停歇 为了就是要寻求更多支持 就判罪台东市报导